香港演藝圈有两个施雅 一个为施雅 一个连施雅 大家不时都会搞错 这日为施雅作客蝕嘉燕的电台节目 就发生了小插曲 嘉燕姐一时错张Michelle 当是刚刚宣布华人的连施雅 恭喜 恭喜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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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开心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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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过了 你们可以过去 不是 我不是 我都玩了 我都玩了 嘉燕姐,她叫维尸 她是维尸 维尸 维尸 嘉燕那个是维尸 对不起… 不要紧张,你不是第一个 我爸爸不断收了电话 有人恭喜他 是… 对,但你那个是维尸 对,对不起 但你也可以恭喜我,谢谢 其实Chiga怀恩 恭喜Michelle又未必错过 因为Michelle和Chiga的老公 陈嘉乐出了名字是好朋友 Michelle不单止已经报名要做宝宝的维尸 连日要送什么礼物给宝宝都已经想好了 我打算亲身教她一些东西 我打算让她大一点,我教她破地獄 到她入学的时候,那位老师问你 你懂什么呀? 你懂不懂射箭 对,懂不懂射箭 其实她说我不懂,但我懂破地獄 是 很有型,而且她一定可以突围而出 那会不会准备做契妈那些 绝对要做 绝对要 我没有她同意的 我自己说而已 子女我都契了她 生多少个,契多少个 嘉燕姐日前去到澳门登台 因为失声,要靠打针才可以上台演唱 这天听嘉燕姐说话 还有一点声音 她就说这段时间多人病 提醒大家要小心身体 其实那天是特意打了一支针 他们说叫开声针 其实就是打一些雷故述 让她开了声音 唱着先这样 那这样子来也要休息一下 现在大家要留意了 我也不知道有种什么菌 是专与去侵袭我们的喉咙 以我所知 我周围有十几个朋友 都突然失声 不知道什么事 喉咙痛 所以大家要留意了 外出也要小心点 人多地方,大家要戴口罩 知心艺人李映日前在加拿大离世 早年与李映同属电视台 花旦的嘉燕姐 听到这个消息都很远色 太突然了 而且很难过 因为李映我在丽的年代 有跟她合作过 大家都算是老友记 很谈得起 后来她移民到加拿大 大家少见 但前几年 我这个流行经典五十年 知道她回来香港 我都特意邀请她上来我的节目 那里 很不舍得 很不舍得 你已经是一个 在演艺界一个很有贡献的艺员 和也是好朋友 希望她累了她的家人 自安顺便 请不吝点赞 防备 那 你还没想过